我求婚的这天,女友和她的初恋举办了一场小型婚礼,她解释,她这辈子最后一个愿望,就是成为我的新郎,那我呢,我算什么,我终于明白,这十年如一日的等待和付出,根本比不过她初恋的一滴泪,正文开始,新郎为柳如烟带上婚戒的那一刻,全场掌声雷动,气氛热烈,一腾成掀开了她的头沙,我也终于见到了那个,她曾经朝思暮想的人,身披白色婚纱的柳如烟,美得惊心动魄,全场起哄,轻一个轻一个,柳如烟也试试 她时的点击脚尖,仰脸独醇,就在这时候,她看到了树下的我,这是一场在医院举办的婚礼,为这个向来肃穆的地方,添上了几分浪漫和温情,而这个口口声声,说着会爱我一辈子的女人,说要给我一个完美婚礼的女友,此时牵着别人的手,许下了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诺言,而我,只是正正站在原地,手脚冰冷,有风吹过,脸上一阵凉意,这场婚礼,因为我的存在,被迫暂停,那是谁啊,来干什么的,总不会是什么样的,我说的。 抢轻的吧,她和新郎比起来,差太多了,所有宾客的目光,都定在我身上,他们皱着眉,满脸不赞同,好像我才是一个恶人,是我阻止了这段完美的爱情,柳如烟也看到了我,她微微醋眉,美得像一尊精妙绝伦的雕塑,她神情慌乱,松开伊藤诚的手,做事要来追我,伊藤诚却拉住她的手臂,眼中寒泪,如烟,这场婚礼不能没有新娘, 这个一向坚定冷静的女人,竟然犹豫了,她看着我,身体却偏向伊藤诚,我还在期待什么呢,再等下去,不过是自取其辱,她不会选我,我转身离开,阿达,柳如烟朝我走了几步,有人声嘶力竭地在她身后喊,如烟,一阵兵荒马乱,她到底还是没追上来,这一整夜,我都没有睡了,柳如烟也没有回来,我们的聊天界面还停在那句,如烟,等你回来, 给你一个惊喜,却没想到,是她先给我了一个巨大的惊喜,在我准备求婚的这天,我的爱人,牵起他人的手,步入婚姻殿堂,我真以为她在出差,真以为她忙到连消息,都回不过来,原来,她是忙着结婚啊,她让我的等待和惊喜,她让我做的这一切,都成了笑话,那张求婚告白词,被我揉得发咒,没有必要了,我遇到柳如烟时,她和伊藤诚刚分手,事业和爱情,遭遇到双重打击,而我的出现,就是那样的恰巧, 给了她威解,给了她鼓励,我陪她从低谷到高峰,整整用了七年,七年,后来她说让我娶她,我以为她对我是感激,是愧疚,可她说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的目光就落在了你身上,自那以后,再也挪不开了,那一刻,我很难,形容自己的心情,她其实不知道,在很久之前,她就在我心间落下了痕迹,是我,一直在追随她的背影,而在这一天,我的暗恋终于开了花,结了我,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, 我曾这样以为,我真的这样以为,可伊藤诚的出现,打破了我的所有幻想,不过是自欺欺人,她从没忘记她,等到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消散,我终于决定离开,刚收拾好行李箱,门外就有了动静,柳如烟开门进来,一脸倦意,阿达,那场婚礼做不得数的,我静静地看着她,不知一词,伊藤诚得了剑动症,她想当一次新郎,这一瞬间,她的痛苦,是因为我的不理解,还是因为伊藤诚的即将凋零,我分不清,大概是后者吧, 她很少会因为我而难过,今天我去看她的时候,她穿着西服,要我陪她走完接下来的流程,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,萦绕在她眉间,阿达,我没法拒绝,她快死了,拒绝,她真想过拒绝吗,婚礼上,她脸上的笑容,做不了嫁,她嫁给了年少时朝思暮想的人,她曾经做梦都想嫁给她,我问,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,我们去挑戒指那天吗,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,那天她接了个电话,她向来冷静自迟,更何况,这些年,她的事业如日中天, 其实已经很少会喜怒形余色了,可是那天,她突然心不在焉,没眼间,有种我看不透的哀愁和焦急,她说是业务出了点问题,得赶紧去处理,我信了,后来,她出了几天差,回来以后,就时常发呆,那段时间,我总是竭力逗她开心,我真以为她遇到了棘手的问题,我希望自己能为她分忧,原来啊,她在为另外一个男人担忧,我问她,那几天出差,也是在陪她吗,柳如烟默然不语,她向来不屑对我撒谎,可到底, 还是为一腾成破了力,我突然发现,自己似乎不认得她的了,可这张脸,沉浸的眉眼,薄情的双唇,分明都是她的,我自嘲地笑了一声,柳如烟,算了吧,她没有硬声,站在我面前,微然不动,嘴唇抿得很紧,她动了动唇,似乎有话要说,却什么都没说,我推着行李箱,准备绕过她离开,她却拉住我的手腕,眉毛紧敏,声音哑然, 阿达,不要走,我甩开了她的手,我去了趟医院,做检查,刚到楼下,就撞见了一腾成,她笑着看向我,大大方方介绍自己,你好,我是一腾成,她是学跳舞的,体态也好,样貌也好,我和她站在一起,高下利剑,当年柳如烟事业失败,她却离开她,毅然决然出国进修,或许人总是犯贱的,得不到的,总是最好的, 所以,柳如烟才对她心心念念这么多年,而我这种赶着上前的,自然得不到她的珍惜,我听如烟说了,你是她的未婚夫,她说这话时,扬着下巴,嘴角微微上扬,满是得意,她在向我炫耀,未婚夫又怎么样,她还不是陪她走完一场婚礼,她还不是和她念完一生一世的誓词,在她看来,我就是个笑话,那场婚礼,如烟应该已经和你解释过了,我不想和她多言,嘴里又酸又苦,柳如烟已经和我没关系了, 和一个将死之人争,我没有那么不自量力,也没有那么卑鄙小人,伊藤诚想要的,给她就是,我快不离开,伊藤诚似乎还有话要说,追赶我时,却摔倒在地,柳如烟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,这样的状况,让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,她连忙上前,扶起伊藤诚,动作轻柔,好像怕稍微重一些,就会把她弄碎了,她的目光对上我时,却多了几分灵力和责怪,阿达,阿诚是个病人,是啊,她是个病人,所以她就可以不解释一句, 陪她一整晚,留我一个人,在家胡思乱想,直到第二天,才无关痛痒地说上几句,求我别走,我从来没被她放在第一位,我什么都没做,是你的老公平地摔,我咬中老公两个字,语气嘲弄,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,大概是因为我的态度,对她,我向来体贴入微, 这些年,我几乎从未在她面前显露锋芒,真是卑微的可以,伊藤诚面带歉意,眼里的笑意却更深了,是我自己摔的,和几博达没有关系,如烟,你知道的,有时候我没法控制自己的动作,这一刻,我突然明白,伊藤诚生性骄傲,不屑于使用任何小手段,他真的只是勾一勾手指,展露一下伤处,柳如烟就眼巴巴地凑上去了,他对她余情未了,也不忍责怪,他曾抛弃她,在生死面前,从前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,听见她的话, 柳如烟一愣,对上我的双眼时,欲言又止,伊藤诚拿过他手里的橙子,与其轻松,好了,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,我先回病房,你们慢慢聊,我这才注意到,那个被柳如烟包得干干净净的橙子,来说个好笑的事情,我很爱吃橙子,但柳如烟不喜欢,刚在一起那会儿,他带我和朋友聚餐,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,这样的举动,让我安全感十足,那时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喜恶,为了拉近和他的距离,我往他嘴边送了一块橙子蛋糕, 他一愣,紧闭双唇,气氛有一瞬间的静默,他的朋友们都看向我,手心有汗一出来,我下意识地想,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,是不是我惹得他不开心了,有人打圆场,如烟姐最不喜欢橙子味的东西了,阿达,你这都不清楚,自罚一杯啊,气氛很快又热烈起来,可到底,我还是觉得失落,之后有一次醉酒,柳如烟才终于告诉我原因, 其实小时候,他并不抗拒柑橘类的水果,他的妈妈身体不好,胃口向来不佳,但他格外喜欢橘子,家里也总是备着,那是个寒冷的冬天,妈妈最后给他包了一次橘子,亲了亲他的脸蛋,说,在家里等妈妈,等你把这盘橘子吃完,妈妈就回来,那天,柳如烟等到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消散,等到雪越下越大,越过他的脚踝,最后,他只等到一句,柳如烟,你妈跳河了, 他的妈妈,死在那个冬天,等他再长大了些,他才知道,妈妈并没有多喜欢橘子,只是妈妈生病了,而橘子便宜,颜色鲜活,妈妈的橘子,只是在生活和疾病的双重压迫下,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,他话语哽咽,后来,我再也不吃橘子和橙子了,那一夜,他的眼泪滚烫,滚过我的肌肤,让我也流下泪来,我知道,橙子会让他想起妈妈,会让他想起悲惨无助的童年,所以后来,我基本也不吃了, 就连柑橘条的香水,都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,再也没拿出来过,直到这一刻,看到他手里的这个橙子,我才终于明白,其实柳如烟已经强大到,不需要避讳这些了,只是我做不了他的例外,只是他从不在意我的付出,只是他并不清楚,我到底喜欢什么,但他知道,伊藤诚喜欢橙子,什么悲伤的记忆,什么难堪的过往,都可以为他的喜欢让道,柳如烟看向伊藤诚,面露担忧,需不需要叫护士,他对他的关心,向来明目张胆,伊藤诚耸耸, 他说,让你别自己来,疼了吧,语气不重,像称怪,像调情,他问,还走得了吗,伊藤诚摇摇头,他就扶着他,他就扶着他,他说,让你别自己来,疼了吧,语气不重,像称怪,像调情,他问,还走得了吗? 他说着他起来,他们朝着反方向离开,伊藤诚摟着他的脖梗,扭头看向我,笑容灿烂,得意的神情说明了三个字,我赢了,他顾忌重施,很蠢,却实在好用,胃里一阵翻涌,我转身跑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,吐得昏天黑地,过了很久,柳如烟才发来一条消息,阿达,你来医院干什么,有哪里不舒服吗?这句话,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?他昨天也忘了问,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的婚礼现场?我摇摇头,自嘲地笑了笑,然后, 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,柳如烟还是知道了我生病的消息,李超一脸歉意,阿达,实在对不起,回去我一定好好说说张曼,张曼在电话那端却说,阿达,你俩也有这么久的感情了,给如烟一个机会吧,李超骂骂咧咧咧,从我手里抢过手机,对着张曼破口大骂,柳如烟干的就不是人事,也就阿达脾气好,要是我,非得拧断他的胳膊, 让他和一腾成双宿双飞,做两个甜蜜的残疾,说来有趣,李超是我的兄弟,张曼是柳如烟的闺蜜,他们的姻缘,还是我们撮合的,只用了两年,就修成正果,他们前几天领了证,还缺一个婚礼,而我和柳如烟,搓磨七年,最后却落的这种结果,柳如烟还是来了,跑来的,满头大汗,一脸焦急,看到我还在手术室外,他的眉头骤然一松,他一把将我抱在怀里,抱得很紧,像是怕一松手,我就不见了,阿达, 我错了,你别冲动,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,他身上有隐隐约约的烟味,柳如烟他爸是得肺癌走的,所以,他很少抽烟,只有实在烦闷的时候,才会来上一支,这些天,他四处奔波,为一腾成寻衣问药,都有人问到,我头上了,他们旁敲侧击地问我,身体还好不好,这些人还真以为,我能让柳如烟急成这个样子,真是可笑,比烟味更浓的是薄荷的香味,前几天在医院,我在一腾成身上,闻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,我突然想起来,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,也是我们认识的第五个年头,柳如烟的爸爸去世,紧接着,公司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,那段时间,柳如烟整夜整夜睡不着,我担心他的身体,让医生开了些中药熬汤,让他安安神,之后,我特意请了半天假,为他煎药,那天,我守着那锅汤,等到很晚,却只等到一句, 阿达,我想一个人静静,出去散散心,不用担心我,过了几天,他才回来,身上就带着这股薄荷香味,原来那时候,他是去找了一腾成,去找他唯一的精神支柱,更可笑的是,当我问他,身上怎么会有这股味道时,他递给我一瓶香水,给你带的礼物,导购给我试了一下,我想你应该会喜欢,他出去散心,还记得给我带礼物, 我以为,他一定很爱我,之前的不快一扫而空,后来的那段时间,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,他总爱黏着我,埋在我的颈窝里,可惜,直到今天,我才明白他的用意,他并不是有多喜欢我,只是喜欢我身上的薄荷香,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,被他荡成了一腾成的替身,一个捉猎的替身,除了那股香味,我们毫无相似之处,我推开他的怀抱,冷声道,别碰我,柳如烟正正地站在原地,有些不知所措,李超看着我,阿达,你怎么,我捂着嘴, 跑到卫生间,我吐得厉害,像是要把心肝肺全都呕出来,李超弟给我一瓶水,不停地拍我的背,帮我顺气,怎么吐成这样,真是遭大罪,柳如烟就站在门口,脸上流露出几分心疼,在他白皙的脸颊上,格外显眼,我恨恨地盯着他,你知道你多让我恶心吗?那瓶香水,是你特意挑的对吧,和一腾成身上一样的味道,柳如烟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,刹那间,脸色惨白,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到底在想什么? 难道他自己不觉得恶心吗?阿达,你听我解释,那时候是我不懂,我以为是那股味道让我安心,后来我才知道,让我安心的是你,阿达,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的,我冷笑,好啊,二选一,要么让一腾成滚出我们的生活,要么,我们划清界限,从此以后,你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,柳如烟神情一致,大概是真的在思考,张漫嚷嚷,你还犹豫什么?当然选阿达啊,你们认识七年,在一起四年,这些你都忘了,但柳如烟不这么想, 他话语难难,可是他要死了,阿达,他要死了,他是个舞者,却得了剑动症,你知道那种绝望吗?他这句话好像在嘲讽我,嘲讽我,一腾成只是失去了一条命,但我失去的,可是爱情啊,多么可笑,柳如烟,但你是我的女朋友,你可怜他,可怜到嫁给他吗?可怜到不顾我的感受,一次又一次地丢下我,奔向他。 你到底是可怜他,还是对他余情未了?你自己分不清吗?柳如烟无数次以绝症为借口,来掩饰他的余情未了,真是嘴硬,柳如烟没有再开口了,他只是攥紧拳头,攥到纸节泛白,却还没说出一个答案,这时候,一道电话铃声,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。 柳如烟掏出手机,电话那端闹哄哄的,有人大喊,你快过来,一腾成在闹自杀,他不想活了,他顿时慌了,而这时候,护士叫我进手术室,其实他已经做出了选择,我笑着说,你去吧,别真的死了,到时候,你得恨我一辈子,被这种人恨着,也挺损功德的,柳如烟看着我,目录哀求,阿达,答应我,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好吗?我们一起商量,我扯了扯唇角,指甲狠狠扎尽手心,这七年, 就当是为了狗,又是一个电话,那端催得急,李超恶狠狠地说,柳如烟,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,可柳如烟的神情,肉眼可见的交集,他大概是真的很怕,怕一腾成就这么没了,张曼恨铁不成钢,一腾成就是个骗子,他玩的这种,把戏你看不出来吗?怎么可能看不出来,柳如烟又不蠢,他只是在纵容,他只是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,一腾成会从高楼跳下去,阿达,等我回来,等我回来再说,我没说话,他又转而看向张曼, 张曼,我求你,帮我看着他,别让他走,张曼大骂,你自己看,你还是不是个人,我让他等一等,然后拧开瓶盖,将漱口剩下的半瓶水,全都淋到了他头上,柳如烟,我们完了,别来找我了,水珠沿着他的脸向下蜿蜒,啪哒啪哒,滴落在地,看着挺蠢的,水珠见到眼里,刺得他的双眼发红,他正正地看着我,哑着声说了一句对不起,望着他飞奔离开的背影,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,张曼气得跺脚,这个狗女人, 骂完,他问我,阿达,你还好吧,挺好的,我压根就没觉得,他会选择我,就算他选了我,就算一腾成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,我们也回不到曾经,破镜不可能重圆,进手术室前,我给他发了几条消息,人生最大的遗憾,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,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,柳如烟,你好自为之,发完拉黑,手术很快就做完了,醒来的时候,李超也在,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,李超,我包里有两枚戒指, 你帮我还给柳如烟吧,反正这结婚戒指,也是随便挑的,柳如烟当时想着一腾成,根本没用心,这东西,我也不稀罕,李超点点头,走了,张曼坐在我身旁,阿达,柳如烟不知道,我知道,我生病的消息,是他故意透露给柳如烟的,那七年,要放下,谈何容易? 他以为,仅仅是因为一腾成的存在,我和柳如烟就有了误会,可他不知道,他们举办了一次婚礼,他也不知道,因为一腾成,柳如烟一次又一次地抛下我,但现在,他完全清楚了,李超给他发了个视频来,张曼没有避开我,直接点开,视频里,柳如烟将一腾成抱在怀里,二人相拥而泣,他说,我不想待在医院了,这里好闷,我不喜欢这里,柳如烟说好,都一塌, 他说,我想去看看世界,我想再跳跳舞,我想,他气不成声,柳如烟连说好,他闭上眼,有泪,从脸颊上滑落,瞧,多深情,命运对他们这俩苦命鸳鸯,可真是太残忍了,看得我直犯恶心,张曼给我看这个视频,意在逼我很下心来,他这人,一向清醒,柳如烟观察结束,李超和张曼,一起送我回家,刚坐上车,柳如烟就出现了,他手里,拿着我还的戒指盒,目光有些呆滞,阿达, 你真的把我们七年的感情放下了,张曼眉头直皱,别一副受害人的样子,这还不是你一手促成的,我轻声问,意腾成呢,睡着了吗,要不然他怎么会来,柳如烟没回答,算是默认了,我笑,如果你真那么深情,就和他一起死吧,别再出现在我面前,因为这句话,柳如烟呆滞的神情,有了一道裂缝,痛苦,悲伤,愧疚,都从这道裂缝里泄露出来,他的双眼心红,我没有再说话了,下腹疼得厉害,就连呼吸,都得小心, 张曼气不打一出来,破口大骂,把心腾空,后来住进去的人才会舒服,这么简单的道理,你为什么不明白,柳如烟,阿达守了你七年呢,那个意腾成呢,人家抛弃过你,你还巴巴地凑上去,你是不是犯贱,真心为了狗,会气,柳如烟没有反驳一句,张曼要关车门,他却伸手扒住车门,阿达,他会离开我们的生活,张曼翻了个白眼,冷笑, 刚刚不是还说,要陪人家环游世界吗,这是骗完第一个,再骗第二个,柳如烟,两个都想要,你挺贪心啊,我要关门了哈,手架断了,可不好照顾你的老乡好了呀,柳如烟微然不动,任凭张曼怎么骂,他也不肯松手,李超从驾驶位下来,好言相劝,你赶紧走吧,你这是做得太缺的了,别逼我给你一拳,柳如烟只是直直地盯着我, 阿达,刚刚那些话,只是为了安抚他,我会跟他说清楚的,他打开戒指盒,将其中一枚难戒递到我面前,我们可以,回到最初的样子,我们结婚,我们会有好多孩子,李超连连摇头,然后一根接着一根,掰开了他的手指,柳如烟抖着唇看我,喉结微微滚动,却没发出任何声响,他眼里的哀求,都快一出来了,汽车启动,我看了眼后视镜,柳如烟站在原地,长长久久地望着我离去的方向,他决定抛下我的时候,就知道后果, 只不过做出一副哀哀的模样,来彰显自己的身情,张曼顺着我的目光看去,吐槽,装泥马的大群肿,后来的日子,我都在出租屋养身体,李超经常来看我,他说,柳如烟天天天缠着张曼,问你的地址,烦死,我笑了笑,继续吃手里的橙子布丁,后来有一天,我接到了一腾成的电话,他约我出去聊一聊,我欣然赴约,到咖啡厅时,他已经坐在位置上了,撇开我们的恩怨不谈,一腾成是那种会让人眼前一亮的男生,他真的很帅, 他说,这些年,如烟成蒙你的照顾了,我整理了一下袖子,笑道,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,像一个洋洋得意的小偷,明明知道是窃取了他人的果实,不以为耻,反倒还沾沾自喜,挺不要脸的,有些话,还真是不赌不快,一腾成搅拌着咖啡,脸上没有一点脑溢,感情的事情,和种菜可不一样,我要死了,所以我丢弃的一切,都要找回来,要怪只能怪,我给了你七年时间,你却还没抓住他的心,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扬着下巴,笑容得意,一副胜利者的姿态,看来他真以为,他的死,会令柳如烟的爱永久封存,他会成为,他胸口上的那颗朱砂痣,无人替代,我笑他天真,你都要死了,你还能抓得住什么呢,如果你真有本事,就应该让柳如烟飞你不嫁,跟你跟到地府去,一腾成,我知道,活人争不过死人,可等你死后,你能保证,他遇不到像你一样的月光吗,柳如烟的条件有多好, 一腾成比我更清楚,他相貌绝佳,资产丰厚,很容易招来源源不断的风蝶,一腾成的笑容将在了脸上,我继续煽风点火,来猜一猜,你死以后,他会不会求着我回头,一腾成约我出来,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,他在害怕,这段时间,柳如烟四处打听我的消息,还换了很多号码给我打电话,这些,他一定都知道,他找我聊一聊,是来试探我的态度,是来恶心我,让我彻底死心, 可惜,我早就没惦记那一坨东西了,我勾了勾唇,说,如果我不回头,你猜他是更念着一个,死了好几年的人,还是更喜欢时时在他眼前晃悠,却得不到的我,我抿了一口咖啡,挺苦的,一腾成,你比我更清楚,柳如烟有多犯贱,他对你,到底是爱而不得,还是情根深重,一腾成抿了抿唇,不至一词,看来他自己也摸不准吧,帅气地死在他怀里吧,没准他能多记得你几年,留下这句忠告后,我起身离开, 他如同一朵日益凋零的花,在将死的时候,疯狂汲取他人身上的爱意,来证明自己的存在,来彰显自己的意义,挺悲哀的,他们继续谱写他们跨越生死,感天动地的爱情,和我再没有关系,休养一阵后,我接受猎头的邀请,又换了新的公司,这个城市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,但足够让说了再见的人,难以再见,说来挺傻的,和柳如烟刚在一起那会儿,为了帮他,我向公司请辞,等他的事业稳定,我才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, 虽然撇开感情不谈,那是一段很宝贵的工作经历,但的确打乱了,我的职业规划,现在想来,还真是一片真心喂了狗,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几个月,某天,李超上门送请帖,因为种种原因,他们的婚礼一推再推,终于在这个冬天,有了着落,李超问我,柳如烟也会来,你介意吗?介意的话,我让张曼把他赶一边去,张曼和柳如烟认识很久了,他们早就约定好,要当彼此的伴娘,当然不能因为我,而影响到这场婚礼, 我摇头,不用管我,你们俩的婚礼,当然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,很快就到了婚礼那天,柳如烟作为伴娘,跟在张曼身后,她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裙,很像我们第一次见面,她大概不记得了,可我还记得,那是一个秋天,我保言失败,紧接着,秋招也没了希望,我坐在学校后山的凉亭里,突然很想妈妈,如果她在,一定会给我做顿红烧肉,等我吃饱了,再让我继续努力,可是她不在了,我站在山顶,有那么一瞬间,很想不顾一切, 在这时候,我看到了柳如烟,那时候,她刚创业成功,意气风发,她站在我身旁,似是无意地说,这是学校事业最好的地方,能看得到彩虹,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真的看到了一道彩虹,美得令人心醉,我突然就感觉松了一口气,那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,好像也没那么重了,那可能真的只是一句无意的话, 但我记了很多年,直到三年后,我才再次遇到她,紧接着,纠缠七年,与那一年不同的事,现在的她,疲态尽险,她也看到了我,现场的气氛热烈,可她只是站在原地,一动不动地望着我,眸光复杂,我侧过身去,整理东西,借此,避开她的目光,李超抱着张曼下楼,张曼家是个老小区,没有电梯,只能走楼梯,人很多,一个孩子无意间推了我一把,我顿时,就有些站不稳,眼看着就要跌倒, 柳如烟扶住了我,和她肢体接触的瞬间,我闻到了那股烟味和薄荷香,一种熟悉的呕吐感涌了上来,站稳后,我推开了她,别碰我,柳如烟后退几步,背靠扶手,才堪堪稳住身形,她垂着眼,一阵哑然,神情很是受伤,被她碰过的地方,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,阿达,小心脚下,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,这种语气,好像我们还有什么关系似的,我没有理会她,转身下楼,抵达酒店后,我才发现,一腾成也来了, 她坐在轮椅上,唇色有些泛白,还是那副可怜的模样,她轻声唤,如烟,柳如烟不着痕迹地皱了一下眉头,却还是奔向她,张曼看向身旁的李超,李超连忙撇清关系,我没邀她过来,她看了眼我,没准,是怕柳如烟被勾走,毕竟小偷嘛,最怕遇到童翔,我挑了挑眉,我可不是童行,李超耸奸,心里脏的人,把谁都想得脏呗,张曼冷笑,好,既然她不要脸,那我也不客气了,很快,及时到了,Loss Story的背景音乐,响起,身穿白色婚纱的张曼,缓缓走向李超,我站在台下,不禁有些热泪盈眶,不知道什么时候,柳如烟走到了我身旁,她递来一张纸巾,我没接,这时我才注意到,她无名纸上的那枚结婚戒指,挺装的,挑的时候没用心,分开以后却不肯摘,假惺惺装身情,一腾成吹着轮椅过来,如烟,我们那天都没交换戒指,柳如烟没有应声, 扭头看向我,似乎是要从我脸上,看到那么一点难过和不甘,但她注定要失望了,我盯着台上相拥的新人,满面笑容,起哄让他们亲一个,柳如烟垂着眼,在台上的人,本应该也有我们,不是吗?她的声音很轻,只一瞬,就淹没在人海里,但我听到了,一腾成也听到了,她全身抖得厉害,她自然清楚,柳如烟口中的我们,指的是我和她,以前张曼提议过,说要四个人一起举办婚礼,当时大家感情都好, 这样的提议,自然是全票通过,我没想到,柳如烟竟然还记得这种事情,吃着碗里的,看着锅里的,真让人恶心,我往旁边退了几步,这时,一束捧花精准无误地砸到了一腾成头上,张曼拿过四衣手上的话筒,哎呀,怎么砸到你头上了,我记得,你结过婚了吧,说是得了绝症,这辈子就想结那么一次婚,所以抢了人家的未婚妻,正都没拿,就穿着西服,逼她,跟你举办婚礼呢,高,实在是高,人都是,喜欢吃瓜的, 听见这话,本来还在埋头苦吃的宾客们,全都抬起头,找寻话题的主角,我又往旁边挪了挪,一腾成捧着花,面色惨白,窃窃私欲声,从四面八方响起,更有甚者,还拿起手机录视频,哎呀,这人长这么帅,怎么是个男小三嘞,我看啊,就是个不要脸的东西,绝症也不是抢别人未婚妻的理由啊,人家小伙子多可怜,都快结婚了,他来这么一出,真恶心,那女的也不是个好东西,跟那不要脸的绝配,李超假意咳嗽几声, 张曼朝我眨眨眼,把话筒还给司仪,他是在帮我出恶气,在一腾成举办婚礼时,我也曾被他的亲友恶意揣测过,一腾成有些不知所措,他下意识地抬头看柳如烟,想寻求帮助,可柳如烟只是看着我,欲言又止,一腾成喊,如烟,他没应,一腾成很快红了眼,人言可畏,他慌忙低下头,启动自动轮椅离开,出乎意料的,柳如烟没有去追他, 阿达,我没有和他领证,我真的后悔了,酒病床前无孝子,更何况,那是一个抛弃过他的男人,曾经的那点不甘和爱而不得,大概早就被磨干净了,他的这抹白月光啊,或许很快,就会变成剩在碗底的白米饭,张曼笑嘻嘻地说,还不去追啊,待会又闹自杀呢,真死了可咋办,我不想被杀人犯的罪名啊,柳如烟深深看了我一眼,走了,张曼催了一口, 这个伊腾成没点眼力见,看到他我就觉得晦气,李超搂着他,轻轻抚摸他的小腹,老婆消消气,别惊着孩子了,张曼冷哼一声,你以后少和柳如烟那种拎不清的人来往,李超红,是是是,都听你的,后来我听说,伊腾成失踪了,张曼吃着李超洗好的樱桃,满脸不羡,还坐呢,他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了,他越坐,柳如烟只会更烦,我笑,他不是坐,也是怕,我听说,到了剑动症中期,生活就基本无法自理了, 他怕,怕柳如烟看到他最丑陋的那一面,他想帅帅气气的,死在柳如烟回忆里,比起互相折磨,他更想要柳如烟的愧疚,这样,他会记得他更久,看来,那天我在咖啡厅里说的话,他都听进去了,后来啊,张曼又告诉我,柳如烟找到伊腾成了,因为心情郁洁,消极治疗,他的病发展得很快,柳如烟愧疚得要命,竟然真的要陪他环游世界,但他的公司不能停摆,没过多久,公司的总经理就换了人,东去春, 春来,春去秋来,伊腾成死在这年冬天,张曼叹了口气,其实伊腾成也挺惨的,天度蓝颜啊,如果他没有那些骚操作,我会可怜他的,我想了想,我也是,说这话并非圣母心,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,之后没多久,因为决策错误,柳如烟的公司遭到了重创,他这会儿正焦头烂额, 李超告诉我,这个消息的时候,笑嘻嘻的,那破公司早就该歇菜了,没有阿达,怎么可能蒸蒸日上,我对着电脑审阅项目方案,连连点头,还好跑得走,后来柳如烟还是找了上来,其实他早就打听到我的住址了,前段时间,有天半夜醒来,我默黑去洗手间,不知道怎么的,就往楼下看了一眼,正巧就看到,他站在我家楼下,昏黄的灯光落在他身上,身影寂寥, 他不知道站了多久,脚下围了一圈烟头,我立刻拉上窗帘,没有再看了,这一次,他瘦了很多,看着精心打扮过,但仍有掩不住的疲态,他的无名纸上,依旧戴着那枚结婚戒指,阿达,我能进去坐坐吗?我双手还胸,挡在门口,有事就在这说吧,见我态度坚决,他也没有强求,阿达,我很想你,他叹了口气,与其颇有些沧桑,一腾成去世那天,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,但没有你的每一天,我都觉得无本事, 这一笔糟糕,看哪,一腾成,现在,你还觉得你赢了吗?柳如烟又摸出那枚难剑,阿达,我不能没有你,没有你,我该怎么继续撑下去啊,他真是天真,当年在医院,我没接受这枚戒指,现在,更加不可能接受了,我话里带刺,怎么,死了一个白月光,终于想起我,这里白米饭了,他来求我,或许有几分真心,但更多的,恐怕是看到了我身上的价值,想让我陪他东山再起,他沦落成这样,都是自己做的,怨不了任何人,柳如 柳如烟皱眉,阿达,别这样,这不像你,我怂怂间,见人说人话,见狗说狗话,我向来,就是个锋芒毕露的人,不过因为爱他,所以收起爪牙,可是他不珍惜,柳如烟语气笃定,我们那七年,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放下,我笑着摇摇头,我向来拿得起放得下,他却还在自欺欺人,柳如烟,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烂情吗?他抿了抿唇,说,我和一腾成没领证,我阴阳怪气,你和我说,这话什么意思? 想要我夸你一句,你守住阵地了,真棒嘛,你通过贬低对他的爱,以此夸大对我的情根深重,柳如烟,这让我觉得挺恶心的,什么不能没有你这种话,他对一腾成也说过吧,恐怕我答应了他,下次,他就会对另一个男人,说同样的话,只恨呐,我们纠缠了太多年,直到一腾成回国,我才看清他的嘴脸,我做事要关门,不好意思,我得化妆去了,我女朋友还在等我,柳如烟一愣,我不信,不信,我挑眉,觉得他真是可惜, 你往楼下看看,那个开兰博基尼的,就是我女朋友,比你高比你美,比你年轻,他还真走到走廊镜头,往窗外看了一眼,然后,面如死灰,砰的一声,我关上了门,电话里,新来的实习生声现明媚,哥哥,我到底什么时候转正啊,全问完。 谢谢大家